国立南投特殊教育学校于今日盛大举办八中年的校庆 现场除了表扬自身优良教室外 更有爱心一组团队到场烹调美食 并为学生募集了多项物资及讲出学金 现场嘉宾云集 先运章家泽及先议会秘书长陈国中也到场致意 今天的活动是先让我们的所有的同学呢 参与一个才艺竞赛的一个表演 那让学生们在平常老师的指导下呢 有一个机会能够上舞台去展现自己 那提升所有孩子的一个自信心 那我们爱心美食一组团队 进驻到我们南投特教学校来 那希望提供这个一组的一个一些传统的美食 来让我们全校的师生 有一个美食的祥宴 县府教育处长陆正伟表示 在南投特教学校成立八年以来 提供了特教学生所需要的医疗招呼 学习招呼等多项的资源 在多项的设施方面都相当完善 县府也会持续争取经费协助他们 那这八年来南投特教学校的成立 它其实遭遇了很多我们南投县特殊孩子 他所需要的医疗招呼 学习照顾等等的相关的设施与活动 那由于它是一个从国家的资源 所溢注的一间国立学校 因此他们在特殊教育的专业团队 还有生活照顾的治疗师 补具等等的提供 都是属于一个全国级的设施 都与台中他们相关的学校是一样 也是由南投县政府相当大力争取来服务我们南投乡亲的 县议院张大则表示 相当感谢南投特教学校的用心 长期以来在本县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使特教的学生能够生活自立 学习一技之长 今天很高兴来到我们南投市的这个银碑里 国立南投特殊教育学校 参与他们八周年的校庆活动 在这里除了要祝福他们校运昌隆 然后也要感谢特殊教育学校长期在我们南投地方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于这些小朋友们给予最高的照顾跟指导 让他们在这个高中阶段可以学习一技之长 或者是在生活治理上 我也常常听到很多家长对于学校的感谢跟学校的帮忙 对于家庭来讲做了很大的照顾 所以也非常感谢特殊教育学校在这里的付出跟努力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都一起来关心 我们南投特殊教育学校 南投特教学校以遭受中重度、智能障碍学生为主 学生多数来自于弱势家庭 由来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善心益助 先远商家者也期许 社会大众能够一同来响应 共同来关心他们 记得穷俊南投采访报导 靠 杨学内视频 教育部 中国社会大师 Han 杨学内衣 江 saud斯 建议